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事无论过多久想起来都不会后悔吧 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靠着耳机 而送到身体里的勇气简单生活着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我想这其实是开始追星最本质的意义吧 它从来都不让你失望 是勇气和力量 它永远都是年轻的美好的 它身上有着你完成不了的梦想 不顾家人反对并克服环境阻碍而实现梦想 真的事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对抗现实 背水一战 破釜成舟的坚定 所以最终不得不放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为了梦想改变了自己 这真的事件很不错 很帅气的事情 他们值得你去喜欢 追星带来的快乐 如同在我狭窄无惧千篇一律的世界里放置的上行电梯 他们从来不纠结 我能做到吗 或是止步不前 也许光看着前方会受伤 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向前跑去 很多年以后如果想起他们曾经存在过吗 那是当然了 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他们便有了动力 真的很温暖 就是那样的心情吧 追星最幸福的事不是被偶像翻牌 不是跟黑粉掐甲胜地 也不是在饭圈混了多么风生水起 而是不管过了多少年 仍旧每天都有着刚犯上他时的感觉 其实到最后有没有交集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没有那一刻 把对他们的爱化成了动力 让自己的眼望变成了成长的催化剂 如果喜欢一个偶像 都不能因为他而努力 得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而是为了追星放弃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 那不叫追星 也不叫来 有的人一路追逐 那不叫追星放弃自己的海拔